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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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咸风的时候要尊她为太后 什么时候她病危的时候再说这事 尊风了九天 尊风了九天就死了 她也没享受皇太后的生活 所以我算了下实际上清朝享受皇太后生活只有七位 这七位里头有一位是皇太极的那个正宫皇后 就是顺治那时候的太后 在顺治四年就死了 很短 真正享受清朝太后生活的只有六位 我给她分了一下 就是前三太后后三太后 前三位太后呢 一个是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 二是康熙孝慧孝慧太后 这我在在宁寿宗公讲了 第三一位就是千龙的母亲孝慧太后 这就在清朝前期 我把Ж的清前三太后 那清后三太后呢 第一个就是孝珍太后 就是慈安 慈安太后 第二个是孝亲太后 就是慈禧太后 第三个是孝定太后 就是龙玉太后 就是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和龙玉太后 这都在清朝晚期了三个太后 所以清朝的太后重要的就是这六位 清后三太后啊 我前面都讲过 那么清前三个太后 康熙的母后就是孝慧太后 我在宁寿宫讲过了 所以今天我重点介绍两位太后 一位是孝庄太后 另一位是孝慎太后 也就是重庆太后 清朝皇太后住的宫 前面我讲过一些 特别是讲了东北部的那个宁寿宫 今天我重点讲西北部分的 慈宁宫这个区域的三个宫 就是慈宁宫 寿康宫和寿安宫 就是皇太后居住的三个宫 先说慈宁宫 慈宁宫在皇宫西部偏北 是一个独立的宫院 慈宁宫建筑比较简单 先是慈宁门 进了慈宁门就是慈宁宫 慈宁宫是东西七间 近身三间 慈宁宫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重演黄琉璃瓦 贴山顶 大家注意啊 皇宫里头所有的宫 是重演的 两重方演的 只有三个宫 第一千秦宫 第二昆宁宫 第三就是慈宁宫 就是孝庄太后住的宫 可见这个宫的规格之高 这宫是前殿后秦 再往后就是一个殿 叫大佛殿 主要是供太后太妃太佩等等 礼佛的一个殿堂 所以啊 这个慈宁宫建筑 比较简单 就是慈宁门慈宁宫 大佛堂 在慈宁宫的南面 有一个花园 叫慈宁花园 主要给太后太妃太佩 他们休息娱乐 和礼佛用的 皇太后的宫 除了慈宁宫之外 还有一个宫 叫寿康宫 寿康宫 是在慈宁宫的西边 寿康宫再进去的两城院 后面就是秦宫 结构比较简单 慈宁宫 寿康宫 还有一个宫 就是寿庵宫 平安的安 寿庵宫 寿庵宫是在寿康宫的北面 就到现在故宫的 快到西北角 寿康宫啊 是明朝就有 明初的时候 他名字叫贤西宫 嘉靖十四年 1535年修缮了 修缮改名字了 叫做贤安宫 到康熙的时候 有个重要事情 大家都知道 康熙那个太子任人 两次费任人 费太子任人住在什么地方呢 就住在这个 叫做贤安宫 一直住到任人死 到雍正的时候 这贤安宫怎么用啊 他得用起来啊 他办这个学校 叫贤安宫 贤安宫 官学 招收内务府和八旗 官员的子弟 名额限制 只招收九十人 这是清朝的贵族子弟学校 后来到乾隆的时候 觉得学校在这不好 乾隆就给挪了 那么这个贤安宫怎么办 乾隆把它挪着干嘛呢 就是重新修了 修了改名字了 叫做寿安宫 干嘛呀 给他妈妈祝寿 这个宫一共是三建院 先是寿安门 寿安门进来第一建院里的主要建筑 是春喜殿 后来毁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重建的 第二建院主要建筑就是寿安宫 这是黄太后主要祝贺活动的地方 第三一建院是甲山山石等等 寿安宫现在做什么 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在这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查在词料看书什么 在寿安宫 寿安宫还有东西两个跨院 所以这院还比较大 太后下嫁 新朝历史上的一案之一 究竟胡左三朝的孝庄太后 是否嫁给了摄政王多尔滚 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又是什么 严重年教授为您揭秘 大故宫之 新宫太后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在清朝历史上 太后在某些非常时期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寡居深宫 却运筹帷幄 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着国家 推动着历史 清初有孝庄太后 清末有慈禧太后 两代太后间 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命运 真可谓 兴也太后 王也太后 在慈民宫居住的孝庄太后 因为地位重要 经历传奇 她的身上 凝集了许多历史之旅 这些女案 更为她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前面我简单介绍是 慈宁宫 寿康宫 寿庵宫 三个宫 特别是慈宁宫 因为孝庄太后在这住过 所以慈宁宫 明文天下 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 孝庄太后 孝庄太后 是蒙古科庆部 波尔基吉特氏 这个姓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她在皇太吉的时候 在圣经就是沈阳 她是永夫公的庄妃 顺之入关的时候 她也跟着入关 就到了紫金城 后来就住在慈宁宫 孝庄太后的故事太多了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故事 就是太后下架 青石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太后下架了 一种认为太后没下架 他们就提出了九条 我一条一条来分析 一 庄妃下架 为保全儿子皇位 主张庄妃下架了 说庄妃为了保全儿子的皇位 委身于多国 所以儿子做了皇帝了 事实上 不是这样 皇太吉死了以后 决定顺之皇位的时候 最高贵族会有七个人 四个亲王三个君王一块讨论 经过会上会话 反复的讨论协章 最后定出来 就是由六岁的福林继承皇位 这个世之地 这个时候是庄妃很年轻 二十几岁 他先生突然死了 哭得跟个泪似的 他姑姑是皇后 没有他的发言权 他也不可能做一个女人 穿的校服 去参加最高层的决策会议 所以这条不成立 二 凶死地娶其嫂 是满洲习俗 不错 满洲是有这个习俗 哥哥死了 弟弟娶他嫂子 但是这个习俗 不一定每个人 他哥哥死了以后 弟弟一定娶他嫂子 那不一定 你不能拿这个习俗来定论 多尔滚就是娶了他嫂子 所以拿这个做证据也还是弱一点 三 称多尔滚为皇父舍政王 不错 甚至是这样称过 这是一种尊称 大家知道光绪曾经称过慈禧 黄阿玛 黄阿玛 阿玛就是爸爸 就是黄爸爸 你不能用这就说证明慈禧是光绪的爸爸 他是一种尊称 一种称呼 所以用这个来证明 孝庄下架多尔滚了 也还值得考虑 四 蒋良齐东华路有记载 我查了蒋良齐的东华路 没有记载 但是有一句相关的话 说多尔滚常到后宫内院 商量军国大事 多尔滚作为蛇政王 到过后宫 商量过军国大事 但是你不能证明 多少人去后宫商量事情 就说太后下架多少块 五 孝庄太后死后葬在昭西陵 昭西陵就是现在青东陵的昭西陵 为什么叫昭西陵 因为他的先生皇太极的陵 在沈阳北陵叫做昭陵 从沈阳来看 青东陵这个昭西陵 在昭陵偏一点西 所以叫做昭西陵 也不能拿这个做定论 为什么呢 就是孝庄临终以前 跟康熙皇帝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遗嘱 遗嘱原话 说太宗文皇帝子宫就是棺材 安奉已久 安奉四十四年了 到这时候 光太极死了四十四年了 不可为我轻动 我要入葬的话 整个要打开入葬 不可为我轻动 旷我心恋辱皇父 今如 我心呢 老想着 你的父亲顺治皇帝 和你刚一皇帝 夫人远去 勿与孝陵禁地 择己安措 择我心无憾 以清圣祖十路 记载这事 在孝庄太皇太后 临死的时候 跟康熙有交代 就这个时候 我离太宗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已经四十四年了 我要过去把遗体 运到圣经的招领 把领要打开 再安会 怕惊动了太宗的亡领 这样我就在清东领那 找个地儿 把我安置了 我离我儿子顺治皇帝 离我孙女康熙皇帝 都很近 我心就安了 也就不遗憾了 康熙皇帝是遵照这个遗嘱 所以把小庄太皇太后 安葬在朝西里 不能用这个证明 他就家里边哥 六 有人说 见过太后下嫁赵 这不得了啊 他亲眼见过太后下嫁的赵书 这事就想了 我是常去故宫那查档案 也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过档案 一个新的档案发现 不得了的是 现在一个人说 说我看见了 你又拿不出这个赵书来 不能凭某一个人的 说他看到了 就作为历史的证据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任何人都没看到 七 明末张荒岩 记载了这件事 说有记载啊 明朝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做张荒岩 叫张苍水啊 他在建一公辞里 就记了这事 建一公辞说 上寿商为何锦遵 四宁宫里烂营门 春关昨尽新一柱 大礼公封太后 说了很具体啊 四宁宫里头啊 热热闹闹的呀 为什么呢 太后下嫁了 但是你细想又有问题了 怎么有问题了 张荒岩这时候在江南 不在北京 张荒岩是属于南明 张苍水张荒岩属于南明 和清是两个敌对的政体 而且又是诗词 诗词可以笔肤 可以夸张 可以虚拟 也可以渲染 孟森先生有一话 说得很贴切 他说 远道至传闻 临敌之口语 未敢据此孤正 未定论也 不能据此一条 孤正来证明 孝庄下架朵 八 朝鲜史书里记载了这件事 我查了 朝鲜史书没记载这事 九 顺治帝报复佐尔滚 为反证 佐尔滚死了以后 顺治皇帝下令 把佐尔滚的坟给刨了 鞭尸 为什么 一同他妈妈下架他 他儿子生气 乍一听有道理 你仔细一想想就出问题了 一同说 如果孝庄下架朵尔滚 孝庄 还活着 虽然朵尔滚死了 孝庄还活着 顺治他妈 孝庄才活着 你把朵尔滚 又刨尊 又编尸 你怎么跟你妈妈交代呀 你妈妈的脸面 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说这一条 反正 孝庄没有下架朵尔滚 根据以上九条来看 特别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条 注意 没有一条 可信 可靠的史料 证明孝庄下架朵尔滚 都是民国间的传闻 和小说电视里面的演绎 我个人认为 朵尔滚和孝庄之间的情愫 可能有 但是孝庄下架朵尔滚的史实 绝对无 当然了 孝庄太后为了保住儿子的 皇位 为了清朝的江山设计 讨好朵尔滚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能一辞 就下个结论 他下架朵尔滚了 至于其他的 说是朵尔滚 小时候就跟孝庄就认识 就青梅竹马 孝庄在蒙古科尔清部 多尔滚在建州赫扎拉 相隔甚远 两部没有这方面来往 所以只是一个戏语和小说的演绎 不是历史的真实 但是还有一条 就是顺志跟他妈妈关系 不是太好 有矛盾 又割合 青史稿里头顺志 跟他妈妈孝庄的关系 只记了五十个字 同一篇里头 记载康熙跟他奶奶 孝庄太后关系 七百一十五个字 特别是 他妈妈跟他指定的皇后 顺志坚决要给废了 顺志要封 董岳飞为皇后 他妈妈也不高兴 董岳飞死了 顺志要替法出家 寻死密活 惹他妈妈生气 也不愉快 他妈妈是很无奈 幸好这孙子刚一 很孝顺 也有座位 使孝庄太后 晚年一个很大的宽慰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乾隆朝是清朝国力 最强势的时代 乾隆皇帝的母亲 更是最討厌的 下徒太后 乾隆皇帝如何 给他的母亲赫寿 四次打寿 又是多么的壮观 与豪奢呢 孝庄太后 还有一个事情 值得特别易说的 就是孝庄太皇太后 和他的孙子 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 真是祖辞孙孝 树立一个榜样 康熙皇帝在一段时间里头 每天早上下朝 一件事情 就是给太皇太后请安 史书记载 一天两次 早一次晚一次 康熙那么忙 一天两次 看望太皇太后 特别是太皇太后病的时候 康熙二十六年 一六八七年 十二月 太皇太后病了 康熙已经说奶奶病了 就到了慈宁宫 就在太皇太后这塌前 病塌前 梁帝铺个簪子 日夜伺候 御医开了药 康熙亲自审查 熬药 亲自品尝 完了再奉献给太后吃了药 康熙皇帝啊 在太皇太后的病塌前 日夜侍奉 习坐冷地 坐冷地 一不解代 三十五昼夜 不容易啊 他是皇帝啊 到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 孝庄 太皇太后就崩架了 享年 七十五岁 孝庄 太皇太后 身历天命天宗 冲德顺治康熙 物朝 特别是顺治康熙 四十四年 两父有主 而且很得体 不在前台指挥 在幕后 来教导 儿子和孙子 他这个教导啊 康熙有一段回忆 很动人啊 康熙回忆说 朕自幼灵 学步能延时 刚会走路 学说话的时候 既奉 圣祖母辞训 翻饮食 动吕 言语 兼有 巨度 随平居独处 亦教义 亡感 乐意 少不然 即驾都过 赖事 亦克有成 就是 刚会走路 学说话的时候 奶奶就教导 吃饭 行动 说话 都要有 规度 讲规矩 所以平时读书 像平时自己一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也 不要愉悦 不要觉得 没人监督了 就可以送了 也不可以 少不然 即驾都泽 稍微有点贵 就下意批评 我欠得 赖事 一颗有成 因为祖母的教导号 所以康熙后来有成 就康熙后来有成 是千年一帝 同他祖母 孝庄 孝庄太皇太后的长年教导 封不开的 最后 《青史稿》后辉传评价 把孝庄太皇太后说 因忧起胜 随定中原 克敌于生平 那么多的忧患 启发康熙的智慧 虽定中原 天下统一了 出现一个太平的剧灭 孝康熙后 孝庄太后 有他的历史功能 酒鬼酒 提示您精彩 外戚是宫廷中 一支重要力量 明清朝廷 严格度取外戚之国 但外戚能发挥了 巨大作用 特别是雍正皇帝 于年更摇 引发后世太义 大故宫之 皇家外戚 如果说孝庄太后 和慈禧太后 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清朝的命运 是名副其实的 实权太后 那么乾隆皇帝的母亲 重庆太后 则是最好命的 享福太后 她嫁给了雍正皇帝 又生下了乾隆皇帝 在万国来朝的 康雍前盛世 尽享荣华富贵 那么重庆太后 是怎样的人 恭逢盛世的皇太后 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下面讲第三个 三 重庆太后 当一有太后 雍正是没有太后 雍正也不是说没有太后 雍正她妈是太后 还没遵风的 她妈就死了 所以到乾隆的时候 就又有太后了 就乾隆她妈 乾隆她妈呢 叫孝圣太后 大家注意啊 孝是每一个皇后太后都有的字 圣的字是乾隆她妈都有的 宪太后 宪皇帝的宪是雍正的 所以关键就是 两个字 那个县是说明她是谁的妻子 你被孝庄 孝庄文皇后 那文是 清太宗文皇帝 是皇太极的专用的 她是皇太极的夫人 孝慧张皇后 那个张是顺治的 独立的 说明她是顺治的夫人 那个孝慧 慧子是 是她的 孝圣的圣 是乾隆的妈 但是她有个尊号 叫重庆太后 用孝圣母什么太主 大家不好意思 都是这些的题目 这叫做三 重庆太后 孝圣太后 就是乾隆的生母 上来 辉号是孝圣 皇太后 十三岁 就在雍亲王府邸 坐附近 升了乾隆 雍正 做皇帝了 他就有 喜妃 喜贵妃 雍正死以后 就做太后了 我就说 乾隆的妈 有了乾隆 这么个儿子 真是有大福了 你看跟的乾隆 是个盛世的时候 是个太平的时候 请是搞后非传说 南巡者三 乾隆南巡六次 他跟着三次 南巡者三 东巡者三 兴武台山者三 兴中州者一 夜孝陵 显木兰 碎壁置焉 这老太太去多点 坐船 三四下将来 特别是乾隆这妈过生日 五十大寿 六十大寿 七十大寿 八十大寿 都赶上一个太平的寿 乾隆六年 一七四一年 皇太后五十大寿 乾隆呢 要纪念他妈妈五十大寿了 只天命之年了 千隆进了寿里 九九 九种东西 每种都那九样 那还有一些人 去来庆祝啊 官员啊 男女的官员呢 六十岁以上 赏银五两 七十岁以上 赏银六两 八十岁以上 赏银七两 九十岁以上 赏银十两 丁丁也赏 过生日 这一个生日啊 光赏银这一项 花了十万八千五十两银子 就光赏银 从西安门 北京西安门 到此的王阁 文武官员跪地 男左女右 迎接这个太后 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这是乾隆六年 乾隆十六年 就一七五一年 黄太后是六十大寿 这六十大寿别的不说 演戏等等不说 乾隆给他妈妈献了两件特殊的礼物 一个就是修了清语园 现在这个义和园 城里头就是重新修了这个寿安宫 寿安宫建立个三层的大戏台 演戏 九九 连了演九天 宴会也九天 这时候还修这万寿寺 现在保存完好 现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就在这万寿寺 就为了乾隆跟他妈妈过寿 是万寿寺 乾隆二十六年 一七六一年 乾隆他妈七十大寿 乾隆跟他妈行九拜大礼 做了诗 歌颂他老母亲 做了颂文 乾隆没朗诵 让礼部尚书朗诵 这个礼部尚书啊 疏忽了 礼部尚书叫武林安 朗读的时候 磕磕巴巴还念错字了 乾隆一生计 免 把礼部尚书给免了 乾隆三十六年 一七七一年 皇太后八十大寿 这个八十大寿的庆典 先在畅春园举行 后来又回到宫里头 再接日庆祝 其中有一个贺联 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贺联这么说的 说布达拉山庄照见 廉秦用机诸帆 卫拉特沙塞 卸来 培宴兼修全部 这个俩有意思啊 就乾隆母亲八十岁之前呢 布达拉宫修好了 布达拉宫拉进来 西藏 为和谐 给他老母亲和寿 卫拉特就是新疆 新疆 也解决了 也来给他母亲祝贺这八十大寿 当然了 西藏和新疆 是各族共同融合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两件事情 恰恰发生在乾隆母亲八十岁之前 所以他把这两件拉到一起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 就举国 共敬乾隆他妈妈 黄太后的这个 八十岁的首尘 我想不是为了乾隆他妈妈一个人的事情 体现这个时候 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谐 其实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的复语当中 乾隆他妈 黄太后 八十岁的生日 最后我说一下这个金发塔的事情 这是在乾隆四十二年 一七七一年时候 太后在圆明园长崔仙馆就故去了 活了八十六岁 故意之后 乾隆就下令做一个金发塔 里头有一个金盒 把乾隆他妈平常掉了头发 装在里面 做一个纪念 这件事情当时奢侈了 但是我们今天做文物来看 又有文物价值 这个金发塔高是一百四十七厘米 底下圆座的一边是七十个厘米 七十乘七十 第一个方座 做得非常精致 工艺也很好 搁在哪呢 就搁在寿康宫 我们的佛堂里头 这当时 后来就挪到这个珍宝馆了 有人到珍宝馆又找不着了 现在挪到景阳宫 金银器馆里面 陈列 现在还可以看到 我千世年第一次看到 现在非常震惊 那个工艺真是经理绝论 重庆太后就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乾隆皇帝 便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史书说 带应天下之质养 而安详尊荣之多福 天下养这个太后 我连的讲了两个太后 孝庄太后和孝盛太后 就是春庆太后 我从这里面联系到三宫 就是慈宁宫 寿康宫 寿庵宫 我觉得就文化来说 我们值得历史记忆的 就一个字 就是孝字 孝这个字 孝顺的孝这字 有一本书叫 说文细传 孝字上头是个老 老上的老 底下那个笔字省了 底下是个子字 子成老 孝敬老人 老一省生 他为什么念孝 这个音和老子的古音 有的相近 借着老子的音 孝 什么意思呢 汉书一文志说 福孝 天之经 地之义 人之行也 孝是天经地义 人的一个善望 善大的行 孝的内海 具体来说 我说就是六孝 孝敬孝顺 孝养 孝心 孝言 孝行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讲 皇家外戚 谢谢